有一年我到了高雄 那是一个户外的场子 然后我是步道会的最后一个压桌的 在我之前就开始下起来 人就慢慢的走了 我突然觉得很紧张 万一我一上去下大雨 那我们今天不就白来 后来我跟我的乐团的团员就开始祷告 我说主啊让他不要下雨 让我们等一下步道的时候 能够是今天后来越祷告 雨越难道 后来直接上去就跟我讲了一句 说你等一下上去 跟弟兄姊妹 跟所有人讲说不要跑 我唱完第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字 雨就会停 我心里想说 这一定是我的幻想 这不可能是上帝让我讲 我怎么敢讲这种话呢 万一雨没停 后来就非常出面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开始介绍 欢迎春雨乐团 雨更大 因为我叫春雨乐团 然后我第一首带来的歌叫 火水江河 哇雨超大的 天哪里的雨好大 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心情讲那一句话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说 主啊真的吗 真的吗 上帝说 说 我就说 不要跑 所以我这样 我告诉你们 我唱完这首歌的最后一次 雨就会停 大家转过来说 阿波勒 你知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那时候的主持人是寇乃鲜 我们刚刚才认识 他就瞪我 他说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我说我不知道上帝要我说的话 然后我就讲到后悔 然后我就开始 我也不能把最后一个字拉特别长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我拉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唱 火水江河 哦火水江河 繁星的人要从腹中留住 火水江河 繁星的人要从腹中留住 对不起 这是最后一句了 雨还是很大 火水 雨还是很大 江 雨还是很大 河 我唱完河的这有一个字 雨停了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知道 有什么东西 因为那天我们看到神经 因为上帝要一直跟我们讲 那靠着讲给我们信心 我们凡事都能做 再也不能 再也不能凡事都能 上帝让我们有信心 回应他的奇妙 你敢吗 你敢回应神的信心吗 你敢跟上帝一起同行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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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